凭着大家的口诛笔伐,凭着一些查处的建议,居然这场由网民发动起来的民间追查最后导致了一位贪官落马 这是这些年离我们最近的网民发挥了极其作用的事件 这些年啊,类似的事件真是挺多的 就是有人发一个帖,大家蜂拥而上啊,是人肉搜索也好,是聚合传播也好 总之最后呢就能从一个挺小的事给折腾成一个大事件或者是社会高度关注的事件 2007年轰动一时的周老虎事件常常被支持网民联合行动的人津津乐道 他们认为若不是众多网民坚持不懈的质疑和追查 周正龙伪造华南虎再写踪迹的照片可能就不会被揭穿 2007年10月3日陕西农民周正龙声称其拍摄到了华南虎 九天后,当地林业厅根据虎照发布了华南虎在绝集二十多年后再写行踪的消息 发布会结束没多久,网民们质疑的帖子就出现了 质疑虎照的网民中潜伏着各路高手 他们或者精通数码制图,或者常与摄影用光和彩色分析 或者精通动植物研究 有些网民甚至能通过数学建模重现拍摄现场 由此,他们被外界形象地称为打虎派 然而,众多的质疑此时并没能撼动挺虎派的看法 直至又一名网友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张老虎卧铺图的年画 这张年画的出现推动了中国摄影家协会鉴定会的召开 这是一个文化叫做 两虎出河 华南老虎 年画老虎 这种年画老虎把它扣出来 做个单独形象 两虎出河 正是在网民的不断参与和推动下 胡兆最终被证委 周正隆因诈骗罪等被判刑 于此是有牵涉的13名相关公务人员被处分 又是一个网民共同参与 网民们折腾起来的一个典型事件 在这个事件过后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评价发帖和网民 他们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周九庚事件之后 尤其是周九庚被当地的纪委立案调查之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夏学卵教授 就曾经说过 周九庚的事件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标志二字 请导播帮我们来接通一下夏学卵教授的电话 韦夏老师 你好 这个词是媒体发明的 当然我还是赞成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 一个范式吧 我还是在学华